叫这个学云全拆的水器 这个这水器漏水了 这边漏得很厉害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那个巴朗旁的地方漏水 看一下是不是没拧紧吧 然后我们全拆看一下 内党是不是有问题吧 全拆的话要先把水放干了 把这个外壳拆了 把排屋口拆了 把水放干 抬下来 我们让学云自己操作 这个是美迪的 用了差不多十年了 它这款排屋口在里面 所以要把热水口和泄压阀都拆了 把外壳拿掉 才可以拆排屋口 把水排干 然后可以抬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软管拆了之后 它的水可以从泄压阀里面倒流出来 说明这个泄压阀也坏了 知道吧 正常的情况它是不会漏水的 看一下看一下啊 这个堵住了啊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水水被堵住了 水被堵住了 我也不知道 这应该是美棒啊 刚刚美棒不是拆的吗 然后装在里面了啊 美棒装在里面了 用老五钱夹住它 夹住它 夹住它 往下拉 夹住它 夹到上面 夹到镇子上面来 不要全部搞手上的 不要搞了 不要搞了 等一下全拆了 再拿出来吧 用螺丝刀把它点进去 把它点进去之后 全拆的时候 再把断掉的美棒拿出来 现在新把水排干了 刚刚把海民拆出来了啊 是从发了发那天漏水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海民 海民上面全是水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捏一下 看到没有 海民上面全是水的 说明它漏水漏得很厉害 我们看一下这个老的印记 这个螺蛳孔这里 都是老的印记 这边还有这边 像这种热水就不要洗了 基本上都是内挡 烂了 好 这水放干了 我们把它抬下来 往上面一推就抬下来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新来的学云 让它自己拆一下 抬下来之后 拆这个螺蛳 然后我们要把线路拆掉 把这个温控 然后把这个线路拍个照 然后基本上也就这几个流程 我们试一下 螺蛳动不动 如果说不动的话 就用锤子敲 小知巧 我们看一下 螺蛳拆的 线路拆的 看一下这个面板上面全是水 看到没有 那这个一半点掉 看到没有 全是水 肯定是进水的 看一下 绝运定拆了 螺蛳拆了 然后这个阀篮旁撬一下 或者是用拉钩拉一下 看一下紧不紧 它这个不紧 直接用拉钩拉一下 就可以了 把拉钩拉出来 然后把螺蛳 没拆过 要不这最后呢 把螺蛳拿掉 把螺蛳拿掉 然后把这个加热棒 拿出来就行了 看一下啊 这个 看一下这个加热棒 再加热棒 我看一下 好像是生锈的 好像是生锈的 根本就不光滑了 就你能看得到那一桶吗 它根本就不产生水 够了 你能看得到 你看一下那一桶 怎么和那一桶是这样子的 看一下那一桶 你看全是生锈的 这样看不清 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锈这个 对吧 还有那边 还有那边 下面 看到没有 这都是锈 看到没有 都是锈 看到没有 这边 全是锈 看我的视频 看一下 全是锈 这边 已经坏了 已经生锈了 所以说它不会产生很多水垢 我们没看到水垢 对吧 我冲了一次了 你冲了一次是吧 对 我冲了一次 你脸拆的 但是水垢 确实没看到 锈的话就看到很多了 够 那这下好多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你每天效果不错 仔细看一下 这个有应该有 几个月了 这个 里面在摸热气 有点不太看得清楚 效果还不错 敏菜的话 本来我们南方的热水器 本来敏菜就可以洗80%以上的 你看这个现在够 看不到 你看 没水够 这旁边有点水够 没办法 有点 然后现在是漏水 然后我们重新给它装一遍 看一下 是不是它之前叫人拆过 然后没拧紧 因为我们拆的时候螺丝很松 我们拧紧 看一下这不漏水 没其他办法了 看住了 注意 它这个 它这个底部朝下 加着半的底部朝 朝向这个水管这边 然后我们装上 因为这个没什么水够 也不需要怎么洗的 我们装上 因为这个用户的话 主要是想解决 想解决漏水的问题 再装吧 想解决漏水的问题 只有重新装一遍 看一下 是不是因为内档漏水导致的 还是因为它没装紧 我看一下已经装好了 刚刚这个面板已经进水了 我当心有点湿润 所以说我拿吹风机过来吹一下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不敢 来我们看一下 还是漏的 你看看这里又挤水了 这个地方 又已经挤水了 还是漏的 看这个边上 还是漏的 这个边上再挤下来 对啊 这边上啊 还是漏水的 它这个内档已经锈了 已经烂了 这个就没办法搞了 内档烂了 这边也是漏水 现在给它布匀吧 装上就可以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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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